Lio聊事記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先來看法蘭克對上YO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法蘭克這個文明 法蘭克的話他的強勢之處吃過加成 農田科技免費 9192有小 算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騎兵國家 就是標準的一個想法 就是你想要騎兵我 第一個想法就是法蘭克 法蘭克也絕對是首選之一的 騎兵國之一 好 那來看一下YO YO這邊是中國第一高手 CD國裡面最強的中國玩家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啦 那盤名上可能他也是最強 好 那他再次選擇上的是蒙古 那蒙古的話對這樣的地圖來說 算是沒有太差也沒有太好 因為這樣的地圖是超級隨機 那其實蒙古最大的問題是他的馬功 雖然非常強 有這個蒙古圖技 但最大問題是很難成型 因為蒙古圖技要點的東西太多了 拇指環彈道學 還有這個暗顯戰術 還有這個精銳蒙古圖技 還有這個品種喔 跑速 各都要點 所以導致蒙古圖技到後期要成型的時間非常非常晚 而且就算你中間出了 而且中間去跟對方硬打這種方向 也有可能被對方交換掉 所以導致這個數量一直起不來 也有可能會出事了 所以蒙古玩家們很容易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 自己沒辦法出到蒙古圖技之外 那沒辦法打出一個太好的優勢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沒有經濟文明加成的文明 他有加成的地方就只有這個吃鹿肉 這個山羊啊 這些像豬啊 這些單位喔 會有這個吃的速度加成 那加成速度是40% 其實非常非常快 所以蒙古圖有這種前期喔 把這個大肉馬跟裝甲小豐的這個搭配進攻 算是前期來說是相當強勢的 因為那個肉量或許讓實戰很快喔 只要打這種像肉馬或是裝甲步兵這種單位喔 需要非常大量肉量的一個單位的情況下喔 在前期是蠻大的優勢在 好 那這張地圖蠻特別喔 中間還有這個湖 那中間有這個劍魚群 那還蠻香的 因為本身喔 這個遊戲裡面喔 沒有這個小魚群 這一場沒有這個小魚 或是大魚的情況下的話 這個肉量會許就比較快一點了 雖然這個點真的是有點少 只有幾撮魚群而已啊 很快就吃完了 所以感覺爭取中間這張地圖的湖 好像不是重點 而是可以偶爾吃一下魚群 然後用這個戰船啊 或者是用爆破船喔 去來攔截對方中間 經過這塊區域喔 那這塊區域的話 像這個淺灘啊 這個船都是可以經過的 爆破船也可以喔 所以你爆破船喔 很容易可以到後方喔 如果你在後方開TC 法木的話 爆破船這樣一路沿路走過來 直接後面炸了一波 哇大量的聰明就會直接被爆破船給炸翻喔 或是你直接自當圖喔 直接不出陸地單位喔 直接全部出這個 奴炮戰船喔 好像也是可以的喔 然後再加上這個火炮戰船 那基本上只有中間這塊區域喔 比較難打一點喔 那大部分火炮戰船跟這個 奴炮戰船 都是打到的 那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吧 好那這邊加速一下 看一下配置 那配置這邊法蘭克爾是決定 先蓋好漁港之後 再來一下這個碼頭 不是碼頭啊 這個模仿 那還是要先捕魚喔 那捕魚的話 那基本的要六木 六木配置是正常的 那六木配置的話 魚船大概出到四隻左右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檔圖來說 我覺得不太可能出到太大量的魚船 因為本身魚點就不多 不多的情況下 四燒魚船就極限了 那極限之後 到紅天石頭趕快出這個火燒船 就是 火蒙桶 或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欸這個叫戰船 對 戰船的話 操作空間比火蒙桶好一點 會有一個操作空間在 比較能秀操作一下 那他還可以再強化 用這個升級這個一級射 就可以升級這個戰船的傷害 所以火蒙桶在初期來說是有優勢的 但是到中後期喔 很容易被這個奴炮戰船 被這個戰船升級版 被射得很白癡 好那三台 船過來直接硬打嗎 欸這邊火蒙桶一出來 想法是想要燒對方的魚船 但也沒有燒魚船 自己就被打成白癡了 然後那邊還有輸出一些肉碼 肉碼直接過來燒了 那肉碼跟村民傑戶 打村民生意底下沒收掉 那魚船還在追 欸這邊魚船 這個火蒙桶應該是要去燒這個 燒魚船才對啦 欸他燒錯東西啊 他意識到啦燒錯了 趕快趕快控一下 但沒有硬燒喔 而是先把自己的火蒙桶往回拉 因為現在兩邊都在打架 很忙啊 那這邊還有幾隻肉碼 在燒了這些村民 然後這邊被迫破蓋箭桃 這個箭桃不蓋下的話 這個金礦區 跟木頭還有石頭都不能挖了 那這邊中間戰船也在打 但是戰船要生一滴血量 可能要拉個村民來秀一下火蒙桶比較好 但是箭桃已經蓋好了 肉碼能燒好的地區的越來越少 兩隻肉碼的話 能殺到的村民就變得更少了 因為肉碼是很容易被大浪村民集火 而直接躺在地上抽的 那這邊是前置箭塔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邊工兵補的蠻快的 但是右這邊 有這個海上優勢 肉量或許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戰毛出的數量 就比較容易出的出來 經濟上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感覺上目前還是有了一個大優勢 好那這邊戰船沒有點掉對方的村民 有點小小的可惜 所以火蒙桶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他們把這個戰船的優勢慢慢打回去 但是右這邊選擇直接出一台自爆閥 那要來撞對方的一個火蒙桶 好那看起來火蒙桶 有燒到一燒了嗎 但是快好了 自爆閥快好了 但是兩台戰船還沒有好 而且這邊分家了 哇兩台沒有居在一起 這個自爆閥的效果就不會那麼好了 但是右這邊操作還是很好的 哇一台這邊還這邊 直接分散到各地 讓這個魚場一燒都沒死 這就是直接選手的一個實力嗎 非常的厲害喔這個細節 好那直接射掉一台 哇如果輸我的話 這四燒魚場應該都已經送掉了 他居然一燒魚場都沒送欸 好扯喔 喔海燒被抓包了嗎 OK 你看這個其實火蒙桶燒一下很快就燒掉了 海燒掉一燒啦 對啊但我一燒 反正真的太扯了 好 這邊 欸這個肉馬是因為戰崗關係喔 所以沒有進攻 是用那個D喔 按D的快捷鍵 可以讓他自己戰崗不會亂跑 但確認就是不會自己去追擊敵人 好肉馬瞬間收掉了一隻扇矛 但是肉馬血量都已經殘了 這邊劍塔的數量其實蠻多的喔 都一直可以收到對方肉馬的狀況 目前看起來法蘭克 欸田慢慢灑了起來喔 所以經濟上來說看起來沒有太大的烈士在的感覺 而且海上慢慢的也被幼打了回來了 那海上打回來的話 幼的優勢就更大了 好 雖然這邊法蘭克的田灑的蠻多了喔 所以經濟上來說看起來是沒有輸給肉的 因為本身 他有這個科技加成喔 所以農田 這個可以持續比較久一點 木頭消耗量就不會這麼兇 可以再去灑更多田 來維持自己的肉量 好那看起來海上是又有大獲全盛 但是家裡陸地上 有一些被掃掃被騷擾的部分喔 但這些地方都是有點慘的狀況喔 自己家裡自己的田並沒有很多 而且自己在建堂區域裡 還是有可能被收到村民的 哎呀又倒了一村 目前法蘭克這邊殺到四村 但是又這邊是殺了五村啊 好這邊直接加一堆房子喔 要來圍一下家裡 留下防守 哎呀這邊火光頭居然燒到一次喔 哈哈哈哈 直接收掉了一次 好那家裡的魚馬頭 看起來法蘭克已經放棄打魚了 這個魚他就覺得 就讓你去吃吧 反正中間的魚也吃不了多久喔 那確實喔 右眼睛吃掉了大概兩撮魚或三撮魚的樣子 那也只剩下大概五撮或六撮的魚 所以量並不多喔 吃完就沒了 限量是殘酷的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好那稍微加速一下 看起來沒有什麼開大可以看的地方 那這邊又點下一擊一射 點到城堡時代喔 騷擾的部分都是小小鬧 並沒有開大的一個戰鼓戰 好那這邊稍微看回來一下 好這邊稍微減速一下 好小宮準備要變成奴兵了嗎 還沒有喔 城堡時代還有30分鐘 但是又已經上了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點下品種的話 有兩個選擇喔 一個是直接點那個蒙古圖記 那第一個選擇的話 就是出這個起魚兵喔 或是草原起兵 那蒙古草原起兵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出的喔 因為可以出的原因是因為 本身喔這個草原起兵喔 在蒙古是有30%的血量加成 欸這個好像有點lag了 我們稍微暫停一下 OK 暫停一下回來看 欸還是lag 欸這個加速是不是壞了 好爛好點卡卡 哇遇到bug了 完蛋了 好我們再缺回來一下 OK 加速之後再缺回來 這個bug就不見了 好果然是這樣子 OK 好那看起來喔 法蘭克沒有打騎兵 並沒有打出他的文明的價值 還是選擇打工兵喔 打工兵的話 那就要努力去找出地方破 可以射射喔 因為可以射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射射的話 這遊戲沒有玩的必要 但是法蘭克還是可以射射的 雖然被射射也是 所以這個工兵喔 被射射跟與射射之間 是存在一個相互關係的 不知道怎麼被射射跟射射的話 就很重要 阿靠這個阿靠 阿靠 這邊自爆閥出來 直接Sick by 再造再造 自爆閥 好但是奴兵打這個火魔筒 效果非常好 但自爆閥出來嗎 還有50% 能在他上岸之前出來嗎 還有40% 35% 30% 要上岸了 來不及阿阿阿阿這個自爆閥 來不及阻止敵人進攻喔 好 那單單存了一台在裡面 沒關係 下次還在用 那如果這樣過來的話 就很尷尬喔 OK 那這邊剪下了跑速 跟進技術一點喔 蒙古圖 這邊打算出這個蒙古圖技 蒙古圖技的話 對付工兵會比較尷尬一點 工兵的話 打這個 蒙古圖技是比較划算一點的 而且射速來說 雖然蒙古有這個馬弓攻速加成 但基本上 蒙古圖技還是有一個血量上的優勢 不是喔 這隻騎兵也是相當快的 哇傷害很高喔 鎖古圖技射 然後又有這個跑速血量 那家裡這一坨當兵的話 這些單位沒有打到任何東西的話 反而越來越劣勢喔 好那大量的馬弓 直接出來 再收掉對方的一個奴兵 哎呀這個打帶跑太無情了 很強 這個完美顯現了 當初的歐洲的那個風氣啊 遇到這個蒙古圖技完全沒有責啊 遇到工兵是被收掉啊 然後又可以打帶跑 然後傷害又這麼的高 我完美突顯了 為什麼當時蒙古是全球上最大的帝國 蒙古圖技欸 真的是殺傷力非常強 有可能是這個反驅攻的關係吧 反驅攻喔 這個讓這個弓箭傷害喔 殺傷力拉到最高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 六隻蒙古圖技要怎麼打吧 這個 為什麼 有時候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這個蒙古圖技都出這麼少 這麼想不多出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造架櫃喔 然後又只能用城堡蓋 那他的造的速度也不是非常快的一個單位喔 他的造架 建造速度其實是沒有到非常快的 所以說你要造出大量的蒙古圖技的話 你要消耗大量的資源之外 然後讓自己城堡多一點喔 才可以迅速量產 不然就只能這樣慢慢產喔 然後導致對自己的兵喔 可能會跟對方有個差距戰 因為對方都是可以用這個射箭場 戰毛兵 隨便按個幾下喔 就可以count你的這個蒙古圖技喔 那騎士過來硬坑的話也可以喔 但是 這樣有點兩敗距離傷的感覺喔 但我覺得這邊算是 法蘭克比較賺的一點 基本上你只要能換到一兩隻蒙古圖技的話 就不算虧了 好 那大量的兵想要過來後面TC騷擾 但是這邊已經有防備了 那這邊工兵就只能射射這個農田 但是頭上已經純純欲動 然後來直接硬砸了 能砸動 欸有有看到了法蘭克 哇靠這個真的是厲害了 但是騎士想要來硬解對方的頭車已經防守好喔 蒙古圖技已經過來護駕了 好 那這邊騎士想要再過來 但是有城堡跟TC在喔 這邊前面的騷擾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這邊工兵量有點多喔 雖然大部分都殘血了 這邊有人砸到啊 TD板完美 欸 漂亮啦 但是這邊是高打低的關係喔 只踢到了一隻 但其他的兵都殘血了 基本上這些單位的血量喔 現在靠現在的蒙古圖技打 都是有可能打得贏的 因為蒙古圖技現在是有點下平等輪跑速的喔 血量是80滴血 還是很不錯的 然後想要他的射速啊 或者是他的跑速喔 欸 自爆炸一下 哇 直接炸死兩隻吧 好 蒙古圖技直接過來開射 頭車直接硬砸沒砸到 好 那對手也在秀操作 那三台騎士直接過來硬拆 頭車要在砸 又要在秀操作 哇 但是直接硬點掉頭車 但是蒙古圖技可以收到最後的單位 只能在收下一隻蒙古圖技而已 看起來其他只能硬身倒地喔 好 城堡開始慢慢進了起來 可以往外推了 那也可以好好保護到這個TC囉 那兩個城堡之後 這個蒙古圖技喔 就可以非常迅速的量產了 但是問題是喔 蒙古圖技是需要非常大量黃金的一個單位喔 他的造價非常非常不便宜喔 欸 他的黃金需求量喔 是要65斤喔 跟一隻騎士騎士差不多的 黃金是 欸 騎士75嘛 那他是65 比騎士省了10黃金喔 但是他只能用城堡建造 好 又回到我們剛剛說的喔 有這個城堡建造的限制站 所以量產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好 那這邊彈刀學好了嗎 看起來... 好像還沒好喔 有點歪喔 這個戰卯還是射得有點歪喔 好 欸 結果法蘭科這邊升級 爐炮戰船喔 看起來是要想辦法搶回這個海域了 好 那個彈刀學也剪下了 蒙古這個彈刀學之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秀操作 把這個操作秀滿了 蒙古圖技的價值就更大了一點 好 那目前法蘭科是3TC 蒙古這邊也是3TC喔 兩邊都是打的 但是比較保守的 並沒有一個偷開農喔 斷兵的一個操作 因為斷兵開農的話 恐龍就會爆炸了 好 那這邊大量的盧炮戰團過來 直接反擊 唉唷 對面又看到直接傻眼 欸 怎麼海邊有彈劍阿 快有個戰線打了過來 欸 結果這個城堡沒蓋起來 自暴法直接撞上去 沒有太大的損傷 蒙古圖技這一波進來 很傷 最傷的那種 哇 直接打到頭血了 我的天 我的天 這邊再過來 這邊還有戰團 哇 這個蒙古圖技 哇 這裡大量的村民 直接被抓掉 不得了 又實在太猛了 各種抓到經濟重虛阿 那邊村民被塗了非常多喔 但是法蘭克也過狂多浪喔 這邊也殺了非常大量的村民喔 所以殺敵樹來說 法蘭克也只是稍微落後個 八村左右而已 但是蒙古圖技還是比較優勢喔 畢竟是遠程單位 又有彈道學 而且射速又快 然後跑速又好又有血量 怎麼都有 所以蒙古圖技會這麼強就是這個原因阿 好 那來看一下 蒙古要怎麼打吧 蒙古現在加一隻加一張一直鬧喔 確實法蘭克有點困擾 越來越出騎士的話又被風箏 欸 戰船不錯 欸 戰船打這個蒙古圖技的效果很棒 欸 血量都掉很快 欸 這邊直接戰船包夾 但是有 有為 喔 還好險 有為的話就還行 這邊順利包夾之後 這個蒙古圖技直接無視戰船 直接硬A村民 最後的結果就是直接送光了 這邊的一個 蒙古圖技的單位喔 這一波突襲小隊 終於受功正起 沒有了剛剛那一波小隊之後 蒙古圖技的數量又銳剪到 剩下四隻左右 那就是剛剛說的 蒙古圖技為什麽 那麼難亮起來 就像剛剛的情況 等一下一直去騷擾的話 就遇到這種情況 還是會被人家換掉的 那沒有被換掉的話 就代表你的蒙古圖技 做到事情不夠多 處於一個太安全的位置 所以你的蒙古圖技的量很虛的小 但同時對方也沒殺到經濟 所以兩邊都算是過分上下的一個情況 那你都已經選了一個 這麼強勢的一個 單位文明的情況下 就應該要去用這個單位喔 去做到一個 效益率最大化 讓這個單位去做到 它應有價值的事情 像剛剛殺到 一不一抽你們這件事情 就讓蒙古這邊 價值聯繫 抽到你們直接反超 但中間這個位置 還是要想辦法一下 不然這個戰場麻煩 自爆閥可以隨時隨地到後方 開炸一波 一個不小心沒注意到的話 可能就會損失十幾村的一個 村民差距喔 好 蒙古這邊還是有一個優勢帶 就是它的跑速 蒙古的單位跑速 還算是不錯的 雖然沒有特別快 但是就是有跑速的馬功 但是比較好 好 帶在這邊大量戰毛 早就已經準備好 而且有彈道學 這邊投射蒙古圖器的傷害 非常非常的高 哇 雖然蒙古圖器 死了非常大量 但是也射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想要來應該城堡 也是被射掉了很多 但是又有這邊點下地龍磁彈 那法蘭克這邊 也要上到地龍磁彈了 黃金還差了一點點 好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到這波馬功能不能賺到事情 好 那又有這邊喔 非常四項 還是把自己的蒙古圖器 派了出去 可以去做更多事情 把這個單位的效益之大化 雖然這個數量又要變少了 哇 又要你看剩下三隻了 數量還是蠻少的 但是這裡又要抓到左邊的村民 哇 這邊收村 哇 這邊一收村的話 經濟非常的傷 不收村的話 又要損失大量單位喔 哇 這邊村民樹已經反超20村了 好 又這邊除了陸地再打以外 海上也慢慢打了回去 沒想到 海一兔打輸 這裡又慢慢打了回來喔 這邊蓋下了五個港口 五號戰艦一直出 連這個航海技術也點啦 航海技術點下之後 這個戰團的防禦率就會更高一點喔 那在海戰優勢就會越來越大 好 那蒙古這邊點下了首吹車 終於要把星際起飛喔 但是這邊喔 法恩克很大的問題是 他們點下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是必點的啊 居然沒有點喔 那首吹車也沒點的情況下 那有可能會被誘打出一個經濟差距喔 因為經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這邊還升級了重型奴炮戰團 化學跟母子環都點了 化學跟這個強力護腕 還沒有 母子環不知道剛剛有沒有點了 沒有時間看到 好 好 那看一下這邊 喔 這邊蓋城堡 直接看到 三個馬就在這裡 那這個城堡蓋起來的話 這邊騎士很有可能 哎呀 來不及蓋好 直接撤退了 這城堡蓋了一半喔 好 那幾艘奴炮戰船 從後側想要偷偷進來做 攻擊跟騷擾動作 但是自家的奴炮戰船也是蠻多的喔 大量奴炮戰船距離到這個港口附近 想來對這個城堡監工喔 但是右側這邊有大量騎士 法蘭克的騎士可是很厲害的喔 就有全遊戲裡面血量最高的遊俠 好 那這邊馬弓直接優先把這個村民收掉 跟鏟除外換 好 但是馬弓數量其實有點少的喔 但是射這個騎士的傷害是蠻痛的 有三級射跟化學的馬弓 就是這麼的猛喔 那大家再點下精銳之後 這個蒙古的傷害就突飛母鏡了 就會突破天際喔 但是這邊法蘭克卻打出了GG 一上帝王城堡一掉就GG了 他覺得沒有這個城堡喔 對手右就可以一直無限進攻 那奴炮戰船也可以輕鬆的到這個地方 到後面去來騷擾這邊木去 他就是城堡掉之後就沒希望了 我們確實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那後方這邊確實不好守 那後方不能守的情況下 就沒有木頭會繼續產出喔 沒有木頭的話就沒有一些資源 就沒有辦法去抵抗了 那看起來這張圖確實是 出這個戰船喔 還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法蘭克一定是有優勢的 因為畢竟是免費農田的一個升級 那其他資源的話 又算是比較OK的 因為他的科技升級都點好 而且又有手推車 雖然手推車給的效率也只有這麼一段時間而已喔 但是他算是比較偏早的時間點喔 我點下這個輪子喔 你看法蘭克這邊 早了快要13分鐘啦 人家是28分才點 那他是15分點喔 那這一段差距喔 可以讓這個蒙古 獲得經濟優勢就更大一點 好 那今天的明述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